小三角他就不存在快速 这个小三角他就不是快速发出来的 小三角是落点 是飘 你的小三角要是往前走 他就没有威胁 你的小三角他要是拐 他就是有威胁 你看 他如果往前走 他就没威胁 只有他拐 他才有威胁 你看 所以说每个落点在发的时候 他的 他的营球点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所有的球都发快 不是这样的 你说小三角他往前走 他发的再快 也没啥作用 而且你发快还很容易崩出去 你只有发拐了 你让他开始移动变形了 这个球才产生了 才产生了让他吃发球的可能 收获满满 好嘞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那么这个时候发一下直线 别着急 这个都陆续在讲 陆续在讲 好不好 陆续在讲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